拉链不好拉怎么办? 拉链不好拉或者拉到一半卡住的话 我们可以将蜡烛在拉链面上涂擦几下 然后再去拉拉链 就会好拉很多 如果家里没有蜡烛 我们也可以利用肥皂 用肥皂来回擦层拉链 也是可以解决问题 用棉签沾点凡氏菱 在拉尺上来回涂抹 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拉链是把两片织物 暂时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固件 常见于衣物 旅行箱 手带 帐篷和睡袋等 平时使用时 要注意拉链上有无破度 托尺 歪斜等毛病 有这些毛病要及时修理 不要再硬拉 如果拉链发送于托尺 可用小锤在拉链头上轻轻敲几下 使上下链齿咬得紧一些 就不会再托尺了 带有拉链的衣服在洗涤时 应注意将拉链拉合